狮子座是坐在12月份 你可以发挥你的才华创意 这是个十分良好的月份 尤其是若你从事的领域 比较偏向是表现出自我 例如舞台艺术 这一些层面呢 都是你发挥自我优势的好时刻 而且你会被看见 所以要好好的把握 另外呢 如果你是走一个比较非主流的表演模式 其实在这个月份也有可能会被看见 当然呢 你还是要稍微的观察一下 在对外或者是观众的反应 若你能好好的衡量 那么相信呢 你还是会得到一个比较正向的发展哦 另外呢 在这个月份 你在工作上 若是你是一位上班族 那么的确会觉得比较有压力 以及挑战 不过呢 这一些压力挑战 必须重藏记忆 也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 总之呢 能够耐住性子 并且客观的去衡量你的环境跟整体的状态 帮自己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相信你终究是可以克服这个挑战 让你的职场生活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去走 另外要注意的是 因为这个月份若是从事与发挥自我创意才华 艺术层面 虽然说应该是蛮有机会大有展或被他人看见 但是你有可能会被比较像是诱惑这一类的东西给牵引 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要记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不合理的进账或者是机会 你一定要小心的 并且去评估多方探听 总之不要走入了陷阱里 对于来说才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哦 在爱情方面 也是这个月份非常亮丽的时刻 你非常有机会在展现自我的方面 并且在这一些时刻呢 吸引到许多喜欢你的人 也或者是你喜欢的对象 也是在这一个展现自我艺术才华的领域 总之呢 看起来真的是相当的愉快 令人羡慕 不过要注意的是 在这些领域里面 相当自我的人也是不少的 所以你还是要好好的筛选一下 看看你想要与哪一类的人相处 对于来说 你才会觉得真正的开心哦 另外呢 如果是你本身有合作案在进行 那么这个月份的确是会出现一些挑战 也有无法预料的任务 看起来都是相当有挑战性的 所以呢 在这个月份跟合作一切相关的事物 都不要急着做决定 一定要好好地调查 并且请教他人的意见 一定要确保合作案是往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行走 相信你是可以办到的 所以在这方面要多加耐心去处理哦 这个月份可能会在投资理财上看起来有相当多的机会 但是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目前的实质不明朗 而且在这一个领域本来就是人为难以掌控的 因此呢 会有许多无法预料的状态 因此并没有非常建议大胆投资 反而要小心解胜 还是比较好的选择与做法 另外呢 很适合往身心灵领域去发展 可以去探索自己的内心 并且能够清楚知道自己心知所向 而且也很适合去思考一些生命的问题 总之呢 身心灵领域在这个月份 若是有所投注 则会大有斩获 因此呢 若你在这方面是有兴趣的人 可以好好的去拓展与探索哦 总体来说呢 狮子座在这个月份 你将会是被看见的对象 令人感到十分羡慕 在这个旅途上呢 也会有挑战或是诱惑 或者是陷阱 相信只要你拿出你的聪明才智 好好的去避开 这一些会让你跌倒的石头们 而且要记得在光鲜的状态下 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的态度来面对 这样子你的生命才会越走 越明亮顺畅 因此祝福你咯 处女座 处女座在12月份工作会是这个月份的焦点 你在工作上可能会有许多任务要处理 可能是很紧急的 可能是很突然的 尤其是如果工作领域是与国外的事务相关 例如出版贸易文化大学研究等等 那么你会特别的有感 因此呢 还是要多做些准备备案 并且多有耐心来面对 才会取得一个比较良好的成果 另外呢 在家庭方面 也会是这个月的焦点之一 你在这个月份呢 在家庭层面有许多事宜 可能是房屋相关 例如买卖房屋 租任等等 这一些事物都可能是你关注的事项 不过呢 他们也会占据你蛮多的时间 可能会让你觉得工作家庭有点两头烧 不太好应付 不过呢 其实你的家庭事务的运势 相当的旺盛 因此呢 你可以衡量自己的时间 你的精力 尽量将家庭事务 安排到一个比较好的层面去发展 相信你会回头过来看 会觉得真的是大有斩获 这个付出是相当值得的哦 另外呢 也要多多留意你的健康状况 因为你的工作家庭的事物都蛮多的 可能会渐渐的让你觉得比较心思不稳 甚至在睡眠方面会有一些困扰 或者是说头部的状况会比较多 因此呢 都是真的觉得不太舒服了 自己无法调节 那么建议你找寻医师的协助专业人员的建议 对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正向有利于你的做法哦 另外若您是自己营业 或是说是自己当老板 或是说是类似SOHO族的这一些工作领域的相关从业者 那么在这个月份也有蛮多合作的机会 看起来都是好的合作案 不过呢 他也有可能是非常需要你全心全意去配合跟付出 而且也要小心合作案是否会是有诈骗欺骗的可能性 所以呢 虽然说机会不错 看起来条件相当的优渥 不过还是要审慎的评估探听 并且要找寻专人的意见寻求协助 这样子相信你在合作案的进行上 会是走向一个比较有发展的道路哦 另外十分有呼应的就是 爱情层面似乎也是走向合作的路线 看起来你会有相当多的机会去遇到不错的对象 例如蛮有钱的 有能力的 或者是拥有很多资源的 不过呢 还是一样 看起来好的对象 里面其中就会有是假装的人 因此呢 你在寻求合作爱情的对象的时候 都是要倾向多方探听考虑的 不要贸然的就接受发展一段感情 这样才不会浪费了你 在这个月份发展爱情的好机会哦 另外呢 如果你的从事的领域 是比较偏向艺术表演的这个项目 例如你是在舞台上工作的人 你是表达出自己的人 或者是是一些艺术的相关行业 那么在这个月份也是拥有相当多的合作案 不过要注意的是呢 这个合作案 你需要高度的配合 不能一意孤行 只想走自己想走的路 拥有高度的合作态度 并且能够执行合作方的条件 这样才能使你走向一个更顺畅 并且更加扩大自己的能见度的道路哦 整体来说 处女座在这个月份似乎相当的忙碌 而且呢 有许多合作案都是需要你去投入与配合 不过呢 依照你的聪明才智还有灵活度 其实你只要抓住自己的方向 并且在一些诱惑的路途上 尽量的想办法看清楚 并且去执行你真正想要走的道路 并且适度的配合 那么相信你在这个月份 会有许多发展的好机会 也能得到一个比较正向的成果 所以要坚持下去祝福你哦 天平座 天平座在12月份 这个月份的你工作上显得 似乎是比较偏向繁忙的 但是好处是 你拥有许多工作上的机会 也有许多开拓的项目 因此呢 你还是可以把握这个工作上的契机 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发展或者是调整 另外呢 因为工作上是有比较多机会的 但也需要需要比较多的付出 因此也会觉得相当的劳累 不过呢 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检视一下 到底哪一些项目是你真正想做 能够在执行中得到力量的 所以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评估的时期 所以呢 当你抓住了你真正想做的项目呢 相信呢 你还是会觉得拥有往正向发展的那一刻 所以还是要好好的把握省市的机会 另外呢 你有非常多的机会是需要在国内出差的 但你有可能是到海外去出差 所以这要端看你从事的工作是在哪一个领域而定 那么基本上工作上就是一马心动 但是呢 他们也是会让你觉得十分的劳累 因此呢 你还是要多多关照你的身体健康 以及你可以负荷的范围 基本上出差去工作也是要量力而为 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倒了 这样来说才会是一个比较长久的方式 另外呢 在国内旅游方面 则是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进行 而且看起来机运似乎都非常的不错 选择性也很多 因此你若是有计划要在这个时期进行国内旅游 那么的确是可以积极的去 来设计一个你喜欢的模式 另外呢 你的旅伴也相当适合 是有你的亲近的好朋友 最好是从小到大就认识的好友们 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们 让他们陪伴你相信你会觉得非常的愉快 也能在心灵上得到相当多满满的能量哦 另外如果你从事的领域是比较偏向展现自我 表演舞台或是艺术层面 在这个月份则是会有一些挑战 你可能会遇到比较无法认同你的合作方或者是观众 那么这个月份呢 你还是要多一点耐性来处理 也不要因此而认为自己是哪个地方做的不好 而感到没有信心 总之呢 它会是一个拥有许多挑战于变数的月份 那么你也只能耐得性子 好好的去看清楚 到底是哪一些层面你需要做一些调整 另外呢你也可以寻仇你的好友兄弟姐妹 或是专业人士的建议 这样来说都会对你有一些正面的帮助 还有看法可以启发你 也或者是说你可以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看 自己有哪些方向还可以补强 因此呢你还是要保持信心 相信终究会是往一个好的方面去发展 爱情方面则蛮适合 经由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友人的介绍 在爱情方面呢 你有可能会遇到聪明的 或者是比较乐观开朗的对象 所以呢 如果你还是单身 那么可以好好把握这个月份 经由你的兄弟姐妹友人的介绍 相信呢可能会遇到一个真的是十分合适的对象 也是说不定的 另外在财务方面则要小心你的大笔金钱的控管 另外呢也要小心诈骗的可能性 所以呢这个月份在大笔资金上面 一定要抱持着谨慎的态度 并且寻求专业的建议 总之不能贸然的来运用你的大笔资金 这样对于来说才是可靠的做法 总体而言 甜品座在这个月份工作上就是最大的主轴 会有许多的人物 例如外派或是工作量增加等等 不过呢 因为你还是有相当不错的支持系统 也就是你的手足或者是朋友 因此可以发挥你在人机关系上面的优势 来为自己带来正向的能量 这样子相信你就可以拥有更多的耐性 还有更多的元气来处理你在工作层面 以及其他事务方面的挑战 相信这一切都会往好的方面去进行 因此祝福你哦 天蝎座 天蝎座在12月份工作上 你有令人相当羡慕的好运 你呢 在正裁方面呢 只要你愿意勤恳踏实的付出 相信呢 都会有比较正向的好成绩等着你来进行 所以呢 若是拥有工作的机会 还是要先好好的想办法将正裁收入给纳入 这样来说 对于长远发展都是比较好的做法 在家庭层面 则是会有比较多需要负责的项目 可能是有金钱上或是说家人有一些心理上都需要你来支持 这个责任呢 其实看起来会有一点沉重 而且也需要你来肩负 不过相信以你的个性 你还是能够衡量在怎么样的状态下来付出承担是比较好的 因此你还是相当受到看好的 所以不需要太过的担心 负你该负的责任即可 也不要过度的去承担 另外呢 若是有合作案在进行 而你刚好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 那么在这个月份 则是会有合作方的许多要求以及挑战 看起来相当的不太好应付 而且都是你之前没有设想过的要求 不过呢 这个方面你也只能耐住性子来处理 相当不愉快不友善的要求 也是要学会的去不要执行它 不能一昧的只是配合对方 也是要某种程度的来保留自我 因此这是一门拿捏的艺术 也只能耐着性子去处理 都是不晓得该如何的来进行 那么寻求专业建议 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去寻求专业人员的看法 会让你更有底气 你就可以度过层层的合作案的挑战哦 另外你在这个月份 也有学习上的好运 若是你是一个学生 那么呢 在这个月份是很适合 去深度发展你喜爱的领域 因此若你是比较偏向 拥有一个专业的研究的项目 尤其若你是比较拥有自己的兴趣的路线 是已经确定方向的那么学习运 则是相当的不错 而且甚至会有看到新的观点 对你来说有相当多的启发 也是很好的可以把握这个月份的好运 另外呢 如果你是上班族或是你是利用比较多正才来生活的人 那么这个月份呢 也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挑战 不过看起来呢 你都是可以应付的 毕竟你是拥有比较沉着的个性 因此呢 这只是暂时的一些状态 所以呢 耐住性子 你还是可以将它们克服的 毕竟在良好的正才运底下 还是要以收入为低 优先考量 而不是其他人对你的阻挠 相信你是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的 因此你还是要以你的主要收入为最主要保护的项目 而且要积极的想办法去获取你的正才哦 另外在爱情方面也是这个月份的焦点 甚至可以说在爱情方面 你是非常令人感觉到十分羡慕的 你拥有十分多的机会来认识对象 假设你是单身的话 那么这个月份是可以积极找寻的好时机 你会遇到实实多多的人 那么这些人 有的人看起来很有自信 也或许蛮有经济实力 也或许很有才华 甚至像明星一般的闪耀 基本上能在这些人当中好的坏的都是会出现的 所以呢 在找寻好对象的同时也要小心会有来欺骗你的人 所以呢 若是不能确定那么找寻你的朋友来鉴定 或是找寻一些有经验的人来为你分析 这都是很好的做法哦 总体而言 天机座在这个月份真的是令人十分的羡慕 你拥有比较多的正才运工作机运 还有良好的恋爱发展机会 学习运也有拓展的可能性 或许会有些许的挑战 但看起来都是你能够予以克服的 因此呢 好好地把握住你想发挥的项目 相信你在这个月会是大有斩获的大赢家 祝福你哦